帝皇铠甲与哥斯拉相比较谁强谁弱 一边是天道化身光明宇宙之主帝皇铠甲 一边是经过核辐射变异的怪兽之王哥斯拉 这两个放在一起相比较谁能够更胜一筹 咱们先说帝皇铠甲 帝皇侠是五套光影铠甲组合而成的战士 而且是第一位拥有光之帝皇战龙的终极铠甲 拥有五套铠甲的所有能力包括无限力量 作为光明宇宙第一铠甲 它的设定自然是强的没话说 起点便是天道 能够同时掌控时间和空间 是主宰一切的天道化身 更离谱的是在召唤人的加持下 帝皇铠甲甚至能够超越天道 那么另一边的怪兽之王哥斯拉 哥总能否一战 哥斯拉是核辐射下的异变生意体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 哥斯拉的诞生和美国 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在二战期间 美国向日本投射了原子弹 让日本人了解到了核辐射的恐怖力量 所以从初代哥斯拉的设定 到时代之后的哥斯拉 他们都跟核弹有关系 受到核辐射的哥斯拉 从海底苏醒顺利登陆 由于这次对战的 是天道化身的光明宇宙之主 哥斯拉的压力简直是山大啊 所以咱们直接安排最强形态 哥斯拉处战 哥斯拉的体型通常在100米左右 直到哥斯拉怪兽星球 这部电影的出现 直接将哥斯拉的身高 安排到了300米高 这对战斗力提升的 可不是一点点啊 哥斯拉的最强攻击技能 原子吐息 使用时从嘴里直接喷射出 上一步的核聚变放射性粒子线流 飞机中的物体 瞬间就能灰飞烟灭 这要是打在一般的 铠甲勇士身上 怎么地 不也得直接支离破碎 但奈何这一次的对手 可是咱们的天道化身 帝皇侠 帝皇铠甲 拥有五行铠甲的所有能力 不管是速度还是防御 都是最强的存在 可以召唤五行元素之力 使出五行铠甲的地沙铁 一招就能将哥斯拉 打得回家找妈妈 所以帝皇侠完胜